我们接下来提一下 当我选了一个东西 然后呢 到这边有一个移动工具 移动工具按下去 预设就是让你去移动 你刚刚如果有选的话 就是根据你的选举去移动 如果你没有选东西 没有选东西的移动 是整张图会移动 那因为我现在 这张是背景图层 背景图层我们之后再提 就是现在不能移就对了 除非你把它转换成正常图层 那么它就可以移动 所以如果你有选 就是你的选取去移动 如果没有选是整张图 移动 所以这个移动没什么 那移动只有稍微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有选还是没选 当你在移动的时候 拖预设是没有这个 预设是没有这个 这个变形工具像 当你在移动的时候 像这样子是滑鼠乱拖的 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微调的移动 如果是微调的移动 请你按方向键 上下左右 这样子移动 那就一次一个pixel的移动 这样子 那一次一个pixel的移动很慢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稍微快一点 按住Shift 再按方向键移动 那是一次十个pixel的移动 好这都是最基本的移动这样子 好那再来 当我选了东西之后呢 这个 切换到这个 移动工具 预设是把你 这一个 把你的这个 你看滑鼠 它会出现一个剪刀 就是你选的地方剪下来 移动 这是预设啦 但你可以按住Auto 按住Auto 滑鼠会变成两个滑鼠 一个白一个黑 但是 复制一个 移动 就不会变剪下移动 但是这个复制一个 注意看这边 这边是没有多一个图层 它其实还是在同一张图 它跟Ctrl C Ctrl V 不一样 C Ctrl C Ctrl V 会多一个图层 这个不会多一个图层 这就是原地 原来这个图层 然后去移动就对了 所以只要你的选取区 选取区没了 你就无法再去动它了 因为再动会整张突动 它一次就是一个图层在动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一般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这样 因为你这样子是不是就做死了 我就没有办法事后再修改 所以我比较少会是用 Auto 这样复制移动 因为这样复制移动 还是在同一个图层 不管你复制几个 都是在同一个图层 它不会像刚刚这边 C Ctrl C Ctrl V 是不是一大堆图层 那一大堆图层 就代表每一个东西都是独立的 我事后都可以再改就对了 所以这个是移动工具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叫自动选取 这个我们到时候到那个 图层的时候再讲 会更清楚 当你有很多图层的时候 你碰到谁 他自己会切到那个图层去 碰到谁自己会切到那个图层 碰到谁自己会切到那个图层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提 所以我们先知道 有选取区的移动 跟没有选取区的移动 那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还有一个 会稍微有点搞混的 选取区选完了 不切到移动工具 不切到移动工具 直接拖曳选取区 这是选取区的移动 如果切到移动工具再移动 那是选取区内的图像的移动 这样可以理解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你有选取区 也可以按方向键移动 这个方向键移动 也是针对选取区的移动 但是只要你切到移动工具 那就是图像的移动 这两个不太一样 所以来 各位你先试一下 最简单的移动工具 就是有选取区跟没选取区的差别 好,来,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